大家好 美國近期對鋼鐵及鋁 以國家安全為由提高關稅 引起了全球的畫欄 今天我們來談談 美國就該調查案的調查程序 及相關規定 最近國家貿易最大的震撼彈 當屬美國川普政府對鋼鐵及鋁產品 取動所謂Section 232的調查 並決定自2018年3月23日起 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科增25%及10%的關稅 本案無疑引起了貿易大戰的餘力 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憂慮 美國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 主要針對美國商品貿易持續擴大 入差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 貧富差距不斷的惡化 再加上對中國大陸崛起的擔憂 種種因素下 與美國川普政府上台後 即有一系列貿易政策之實施及改變 例如推出歐巴馬政府時期 積極推動之TPP 嚴格執行美國貿易法 以及使用各種工具 促使其他國家開放市場等等 川普政府對於鋼鐵及鋁實施 美國貿易擴張法第232條款之調查 即為此一系列貿易措施的一環 232條款可能不像301條款 反傾銷、反補貼等那般耳熟人想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美國在本次調查案前 最後一次發動232條款的調查 是2001年 據本次調查已超過16年 可見232條款在美國也非經常或普遍被使用的手段 所謂232條款是指美國1962年貿易擴張法 Trade Expansion Act of 1962 第232條規定 針對外國特定產品的進口 是否具有國家安全威脅之貿易進行的調查與措施 1962年貿易擴張法規定授權美國商務部長 於個案中就外國特定產品的進口 是否對國家安全的構成威脅啟動調查 實務上232條款調查是由商務部下的工業和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負責主要調查工作 若調查結果顯示 特定進口產品有威脅或損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時 商務部長應該建議美國總統採取科增附加稅 進口配額或禁止進口等調整措施 根據美國法令的規定 232條款的調查可由利害關係人 任何部會或機關的首長提出申請 此外美國商務部長亦可基於職權主動展開調查 商務部於決定調查展開日期至270天 應向總統提出報告 該報告應說明認定的結果 及建議的因應做法 美國商務部長重要的調查工作與程序 包含徵求公眾意見 召開公聽會 向生產者進口商 以及終端使用者調查 必與利害關係人召開會議 實地查訪、文獻查閱等等工作 而除商務部本身的調查工作外 因此類調查涉及了國家安全的認定 商務部亦應立即通知美國國防部 展開調查之決定 並與相關機關就該案進行跨部會諮詢 於完成上述的調查工作後 商務部應該綜合相關的結果 向美國總統提出報告 說明其認定的結果 及建議因應之做法等內容 若商務部之報告認定相關產品的進口 可能減損美國之國家安全或造成威脅 美國總統依法對該產品之進口 採取調整措施之裁量權 並應於收受商務部報告日期之90天內 決定是否動用總統的權力 採取調整相關進口的措施 可能採取的措施例如提高關稅 設定配額等貿易措施 美國總統並應於做出該決定的30天內 向國會報告並提出雙面理由 若總統決定採取調整相關進口的措施 則須於15天內開始執行 令並須向國會提出最終報告 1962年貿易擴張法 未明確規定威脅或損害國家安全的構成要件 而是在該法授權制定的聯邦法規 15CFR 705 國家安全產業基礎規則 National Security Industry Based Regulations 明定的多項考量因素 要求商務部於評估國家安全的調查過程中 必須納入了考量 包括在調查決定對國家安全影響的時候 應該考量以下因素 1 在受調查產業國內產品 就國家安全的需求 另外為達國家安全防衛標準所需之 國內產量與產能 為生產受調查產品所需之既有 與預期能力資源、產品、原料、生產設備或設施 以及為國家防衛必要之資源 受調查產業國內之產品 為符合國家安全標準所需之成長條件 及供應或服務 包括了投資、考察及研發 以及任何其他相關的因素 然後在決定國家經濟與國家安全能力之間的關係時 應該考量以下的因素 外國產品競爭 對受調查產品產業經濟福利的衝擊 任何國內產品的一致所導致的失業率 政府稅收的減少 技能或者是投資的流失 或者其他嚴重的影響 其他任何導致或將導致弱化美國經濟之相關因素 由上述的規定可以知道 美國商務部調查過程中 應考量的因素 可謂是包山包海 且都僅是原則性的規定 這些無疑增強了美國商務部在個案中 認定具有國家安全影響的裁量權 使232條款的應用 極具政策及政治目的 美國川普總統是在2017年的4月 指示美國商務部 針對外國進口產品 是否危及美國鋼鐵履業 發動232條款的調查 該調查雖未明示 但調查報告中 一再指摘中國大陸鋼鐵產能 嚴重過剩 因此外界解讀本調查的措施 其實是針對了中國大陸 然而在川普政府上任前後 美國政府已經對中國大陸 多項鋼鐵產品 科增了高額的反傾銷稅 與平衡稅 及所謂的雙反措施 使中國大陸 2016年所出口至美國的鋼鐵數量 大幅度的減少 低於美國所有進口鋼鐵數量的1% 因此 232調查完成 卻美國提高進口關稅後 受到最大影響的國家 可能根本不是中國大陸 而是加拿大 墨西哥 巴西 韓國 日本 歐盟 台灣等國 與此同時 川普利用此措施作為籌碼 開始與這些國家進行交涉談判 目前已經知道的是歐盟 澳洲 加拿大 墨西哥 阿根廷 韓國 和巴西等國獲得了暫時關稅豁免 其中 韓國更以汽車市場換取了永久性的豁免 但美國卻僅同意韓國鋼鐵進口數量 必須限制在一定的額度內 這場由美國啟動的貿易戰爭 看來是項莊五箭 意在配工 而短期看來 美國仍是最大的贏家 綜合上述的說明 以及此波全球剛旅業 貿易所造成的慌亂 不然看出 232條款乃是政治性 及政策性相當高之貿易手段 也是美國三權分立下 行政權獨立的體現 這也顯示 不曾停歇過的國際貿易戰爭 或貿易競爭 未來將更趨白熱化 及衝突化 因美國實施232條款的措施 已開始在各國引起了一連串的效應 包括中國大陸已於4月2日 公佈對原廠於美國的7類 128項進口商品 終止關稅減讓義務 讓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 加增了關稅 其中 對水果及製品等120項進口商品 加增關稅稅率為15% 對豬肉及製品等8項進口商品 加增關稅稅率為25% 歐盟已於今年3月26日 即美國開始實施232條款措施後三天 由歐盟執委會展開了全球 26大類鋼鐵產品的防衛措施 SafeGuard調查 我國也在4月17日 對5大類鋼鐵產品展開了反補貼 或雙綁調查 各國出口廠商在惡劣的國際經貿環境下 必須有更強的體質 才能挺過這個崩暴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大家的聆聽